杨国爱师父,丁春秋爱师娘,他却爱上女儿,连女儿死了也不放过 金庸的大部分著作都沿用了真实的历史 在玄幻神奇的武功以及沿用历史的相互呼应之下 金庸的武侠著作往往能让人看得津津有味,笃信不已 甚至就连金庸在书中杜撰的爱情故事同样能够折射现实中的点点滴滴 在金庸的笔下,杨国最后成了新武爵之一的西狂 的确纵观杨国的生平事迹 他的确狂傲不激,敢作敢为 杨国在嘉庆的时候勃遇了郭靖黄荣夫妇 在登上了桃花岛之后,郭靖决定将自己的一身武功倾朗相受 不过黄荣却截足先登,抢了杨国当徒弟 他不叫一招办事,反而让杨国将四书五斤背得滚刮烂书 黄荣的用意很明显,他担心杨国重蹈覆辙 走上升负杨康的旧路 因此黄荣打算先让杨国明白什么叫做忠孝道德比一廉耻 然而数年之后,杨国却在英雄会上大声喊出了 只爱小龙蚁人,要知道的是 小龙女自幼在古墓长大 他对宋朝礼法猛然不知 但杨国却身知师父如同父母 是万万不能娶来为妻的 不过叛逆的杨国莫是礼法 就算郭靖局长要将杨国打死 杨国依旧坚定不移地喊道 我没错,我没做坏事,我没害人 你便将我粉身碎骨 我也要娶姑姑为妻,终生不跟她分离 杨国说得没错 她和小龙女两相情愿 他们这一对苦命恋人也没有害过人 不过相对于杨国来说 金庸笔下的丁春秋爱上师娘却是大逆不道 丁春秋的师娘换作李秋水 她本和乌雅子结为夫妻 在无量山崖底的狼环浮动 度过了一段甜蜜温馨的日子 不久之后,李秋水为乌雅子生下一女 随后的李秋水却突然发现 自己的丈夫开始迷恋起一座白玉雕像 尽管雕像和自己的容貌无出一辙 但细心的李秋水还是看出了蹊跷所在 原来乌雅子暗恋李秋水的孪生妹妹 李秋水一气之下决定展开报复 她找了好多美男在乌雅子面前调情 乌雅子愤然出走 可李秋水不但没有收敛 反而变本加厉 在李秋水的勾引之下 乌雅子的徒弟丁春秋很快就和李秋水打得火热 丁春秋尝到甜豆之后 近暗中偷袭将师父乌雅子打落悬崖 此后的剧情峰回路转 李秋水仗着美色远驾西下 丁春秋也判出逍遥派 创建了臭名昭著的星宿派 丁春秋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 乌雅子坠落悬崖之后大难不死 他还借着苏星河在雷谷山摆下真龙棋局 最后因插阳错之下 将一身内功传给了小和尚须竹 须竹服援身后 随后又得了李秋水天山同老的内力 在邵氏山意义中 须竹射出生死符降服了丁春秋 丁春秋最终囚禁于少林寺之中 如果说杨过爱上师父情犹可原 丁春秋爱上师娘最大恶极的话 那么金庸笔下还有这么一个人物 他身为名门正派的后人 也练成了威震武林的绝招 可在心魔的作祟之下 此人却爱上了女儿 就连女儿死了也不放过 此人正是神雕时代的五三通 五三通乃伊登大师四大弟子之三 原是大理国的御林军总管 五三通练成了大理断氏的一阳子 还和五三娘结为夫妻 先后生下了武敦如武修文二子 几年之后五三通又收养了一个女人 此女换作何元军 何元军尚在强保之时 五三通的确将她看成亲生女儿一般 可随着何元军逐渐长大 她就越加娇美无匹 容色绝丽 而五三通看女儿的眼神 也跟着越来越迷离 此后的五三通对养女何元军越陷越深 她的举动也越来越出格 在何元军和陆展元的婚礼上 五三通身为长辈 不但没有给出祝福 本而大闹婚宴丢尽了脸面 数年之后 何元军和夫君陆展元染病纷纷离世 二人合葬在嘉兴 让读者始料慰急的是 五三通痴迷何元军 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就算何元军和陆展元离世多年 五三通依旧没有放过他们 原来五三通甚至自己 是一灯大师的弟子 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名门正派的作风 自己怎么可能余养女结为夫妻 但感情这个东西非常奇怪 五三通明明很想克制 但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入非非 久而久之 五三通竟然疯了 她出现在嘉兴 并在成一目无双的指引下 来到了何元军和陆展元的埋谷之地 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是如风湖的五三通 先是一掌拍碎了陆展元的墓碑 然后对着何元军的坟墓 喃喃自语道 我非见你的面不可 非见你的面不可 原文学道 五三通双手猛力探出 十根手指如锥子般 插入了那座 陆门和夫人坟墓的坟土之中 施得手臂缩回 已将坟土抓起了两大块 只见她两只手掌有如铁铲 随起随落 将坟土一大块一大块的产起 带入家装的人赶来 五三通这个疯子早已布置去向 而何元军的棺木已被打开 里面的尸首也不一而非 五三通带着何元军的尸首去了哪里 又做了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景庸显然点到为止 他要是继续写下去 恐怕会引起一些读者的故事 只能留下空白 任由读者们插上想象的翅膀 综上景庸的武侠小说 不仅又纷纷扰扰的恩怨仇杀 还有大量折射 一帧的相互纵直下 金庸的著作往往有事随其 人却真的妙境